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军偷袭珍珠港后 美国对日宣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 而后 美国经过中途岛战役和瓜岛战役 扭转了战争局势 日本被打得节节败退 不得不在西太平洋拉紧防线 阻挡美国的推进 马里亚纳军岛就是日军防线的关键 马里亚纳军岛位于日本东南方向 菲律宾之东是一个由16座岛屿和珊瑚交组成的弧形军岛 1944年 迈克阿瑟使用跳岛战术朝菲律宾推进 美国太平洋舰队也在尼米兹的代理下攻占了帕毛军岛 日本陷入了被夹击的境地 于是 日本将马里亚纳军岛视为本土防御的绝对国防圈 多次加强马里亚纳军岛的防御 希望能建马里亚纳军岛阻挡美军的同事 在日军关注太平洋防务的时候 盟军也将下一个进攻目标指向了马里亚纳军岛 在盟军看来 夺取马里亚纳军岛不仅能剪断日本的防御链 还能拿到进攻日本本土的前沿基地 盟军可以在岛上建造空军基地 届时 美国的B29元成功炸机 就能将整个日本本土难打击半人 此战 美军志在必得 二战初期 由于先欧后亚的战略 美军的太平洋舰队继续有三艘号 150艘各类舰艇 珍珠港遭脱袭后 美国强大的工业潜力被激发出来 美国左右开空 战舰像下角子一样下跌 美国一口气给太平洋舰队给了十几艘号 上百艘各式舰艇 再加上 日军在战争中损失惨重 美军流转了兵力上的劣势 1944年6月11日 罗斯福下定决心拿下马里亚纳群岛 美国海军上将斯普鲁文斯 全权指挥此次作战 他率领美军第五舰队 浩浩荡荡地朝群岛开舰 该舰队包括15艘航空母舰 7艘战略舰 85艘巡洋舰驱逐舰 以及28艘潜艇和900多架飞机 舰队接近马里亚纳群岛时 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 发来电报 我希望看到你们击沉日军航母的捷报 日本战败后 托请立功的将士们去东京吃午饭 日本方面容不得群岛有失 日军派出了一支联合舰队前去赠源 该舰队有9艘航空母舰 5艘战列舰 45艘巡洋舰驱逐舰 和700多架飞机 指挥官是海军中将小泽之三郎 小泽之三郎是日军的航空战专家 在马来亚海战中 小泽之三郎率领日本舰队 以损失三架飞机的代价 击溃了英国远东舰队 将包括威尔什亲王号在内的主力战警机场 此次来到马里亚大群岛对抗美军 小泽之三郎被寄入了后忙 站了先手 但没完全战 为了保护在马里亚大群岛的登陆部队 斯布鲁文斯使用了主次颠倒的阵型 他把战列舰摆在航空外围 冲荡防空网和挡箭牌 航空则指手不攻 面对这疑斯布鲁文斯回答道 主动出击固然问题 但我们不是在打海战 而是打一场两栖登陆战 我们不能去不过暴行 6月19日凌晨 日军首先发现了美军的航空编队 小泽之三郎计划 将航空编队停在距离美军400海里处 然后利用日军轰炸机航程更远的优势出击 轰炸美军舰队一轮后 日机到马里亚大的机场加油 然后再次轰炸美军舰队 最后返回到航母上 但日军行动第一步就遭遇了不测 就在日军飞行员高呼着黄国兴衰 再次一站起飞进攻时 海军观测员突然发现了美军潜艇 原来早在到达战场之处 斯布鲁文斯就派出了多艘潜艇 寻找日军踪迹 这艘清华渔号潜艇 正是被提前布置在这片海域的 清华渔号选择了日军旗舰 号称基布城的大峰号航空作为目标 清华渔号发射了两枚鱼雷 关键时刻 一架刚起飞的日军飞机 直接补冲下来钻入海底 与一颗鱼雷同归于尽 但还是有一枚鱼雷击中了海域 大峰号的装甲凶吼 一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但大峰号针对水下鱼雷的保护部组 这个隐患会在之后显现出 单方面的碾压 小泽之三王很是吃惊 但他还是稳了稳心态 下令320架升空的战机 分成四个体队攻击美军 在距离美军舰队70海里的时候 美军雷达侦测到了日军的踪迹后 赶忙让地狱猫战斗机群起飞应敌 但一日军发现美军的时间较短 战去了先手的优势 美军飞机没有足够的时间 踏实到相应高 正在美军心急如焚的时刻 日军给了机会 日军的精锐飞行员 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惨重 现在的飞行员训练不足 飞行经验不够 自己竟把自己的队形跑乱了 日军不得不花十分钟 重新阻止编队 也就是这十分钟的功夫 美军的地狱猫机群顺利起飞 这里多插一嘴 日军零士战机的最大功率 只有875马力 但由于机体轻 其速度可以达到533千米每小时 航程也达到了惊人的2200千米 远超当时美国的主力战机 而美军的F6F地狱猫战斗机 则是专门针对零士的弱点 所研制出的 地狱猫 走了和零士完全相反的道理 地狱猫全身装甲 甚至连挡风波里都是防弹的 唯有速度比较慢 不不其然 在地狱猫战斗机面前 零士战机已经显得有些落后 零士以以为傲的机动性 比在地狱猫的交叉弹期 战术下的优势不在 美军战舰发射近战隐信对空炮弹 给予了日机不小的打击 很快 日军的第一轮攻势就被美军瓦解 日机损失了42架 没有一架能飞到航母上放 中午11时 日军第二次冬机到来 但日军的攻击 很快也变成了 美军对日军的单方面屠杀 地狱猫战机 为这装甲不足 飞行员素质不够的零士战机 一顿穷追猛打 至少70架日机被美军击落 甚至有美军飞行员在无线电中兴奋地说道 这多项五代猎杀火机的战场 没想到这句话一下子火了 这场一边倒的攻战 后来被美军成为马里亚大猎火机大赛 随后 日军第三 第四梯队的飞机又被击落了54架 即便有灵士能侥幸突破地狱猫的防御 等待他们的还有美国军舰的空中线弹架 整个战场濃烟滚滚 将跑生震天 大片日机化作火球坠入海中 宛如一场流星龙 日军舰队被中创 狼狈逃离战场 在防御日机进攻的同时 美军潜艇也没闲着 美军机器号潜艇 潜入了日军编队 此时 日军的祥和号航 正在回收飞机 无法动弹 随后 机器号发射六枚鱼雷 三枚命中 翔鹤号于两小时后 沉入海底 与此同时 之前被潜艇击中的大航号 也出现了问题 大航号有机外线 介绍人员又不慎引起了红花 很快使航母燃烧了几个 随后 大火引爆了大航号的弹药 航母内部发生了G203的爆炸 小泽之三郎 不得不离开其境 下午六时 大航号离 两艘主力航母沉默 小泽之三郎惊惊未定 这时 前线侥幸逃生的日军飞行员 开始向小泽之三郎 虚告战略 日军飞行员称 击沉了数艘美军航 小泽之三郎听后定了定神 决定乘胜追击 缩哈一把 他命令战斗机 继续对美舰发动机 不知道 此时飞行员后悟了 6月20日下午 美军航母终于锁定了 日军舰队的位置 斯库鲁恩斯下令战机起飞 美军85架战斗机 77架轰炸机和54架鱼雷机 朝着日军舰队的方向飞去 冲到了日军舰队的上方 向日军航母投下了数不清的炸弹 日军的飞银号航母 遭到美机的轮番轰炸 不久便沉入海底 瑞河号 紫银号 千代田号三艘航母 也被多枚炸弹命中 伤痕累累 就连日军起飞迎战的飞机 也被击落了65架 小泽智三郎这才意识到 自己根本不是美军的对手 他后悔没有早点撤退 晚上20时 日军舰队趁着夜色仓皇逃出战场 美军最终取得了海战的胜利 下午时分 斯普鲁恩斯不愿放过战斗机会 于是冒着夜间降落的风险 让舰载机起飞 可因返航的飞机集成一团 舰载机在夜幕中 找不到航母的位置 思索再三 斯普鲁恩斯不得不再 冒着被潜艇发现的危险 下令航母面对灯光全开 为舰载机指明到 即便如此 还是有燃油耗尽的飞机 栽进了海里 许多飞机争先骨后的降落 引发了撞击和爆炸事 美军在这次三弹性的反航中 损失了80多架飞机和49名飞行员 远远高出了对日空战的损失 幸运的是 此时日军已不斗志 并没有派潜艇追踪美军舰队 否则美军的伤亡远不止如此 随着美军舰队的凯旋 这场航母大战落下了危险 日军舰队损失惨重 三艘航母沉没 700多架进载机 被计为600多架 自此航母成了百升 日军彻底失去了 太平洋中西部的制海权 制空权 可以看到 此时的日本海军 在面对美国海军时 已经毫无优势可言了 日军舰队一撤走 马里亚纳军岛上的日本陆军 便彻底无力无援 灵战 是二战期间 日本灵士 舰载战斗机的简称 由当时日本三菱重工研制 因其于1940年服役 恰为日本皇纪2600年 故被命名为灵士 盟军则直呼其为Zero 灵战首先在中国战场上 被投入使用 已远高于当时中国空军战机的性能 取得了一边倒的胜利 随后在太平洋战场上 也令美军损失惨重 为其赢得了不败神话 但随着战争的推移 灵战的弱点 逐渐被盟军动机 由此研究出 专门针对灵战的空战战术 同时后期美国战斗机性能提升 灵战的性能优势不复存在 到二战结束前 和很多当时的日本飞机一样 灵战也被改为自杀飞机 执行神风特工任务 灵战是作为96式 舰载战斗机的后继机研制的 1937年5月19日 日本海军向三菱重工 与中导飞行机 诸事会设两家公司 提出一个名为 12式舰载战斗机计划 要求书的设计案 要求新的单座 舰载战斗机 普通满载状态发动机 最大处理可续航一小时 使用高度3000至5000米 携带20毫米航炮一至二门 或20毫米航炮一门 及7.7毫米机枪二艇 必要时可搭载 两枚30千克炸弹 1937年10月 日本优惠症来自于 亚洲战场的经验和需求 将飞机的设计需求 修改为高度4000米时 最大攻速270节 踏升到3000米高度 花费9分30秒 正常动力下 可以维持1.5到2小时 经济航速率下 携带附油箱为6至8小时 装备两门20毫米机炮 两艇7.7毫米机枪 并且能够携带两枚 60千克炸弹 机动性能必须和 96式舰载战斗机相同 1938年1月17日 由于续航能力力 与飞机机动性 这两项指标 乃以同时满足 中导公司退出竞争 三菱独自继续试制 原型机使用 30瑞星13型双排 14缸气冷星型活塞发动机 被选中的原因是 由于其重量轻质静小 1939年3月16日 三菱名古物工厂 完成了首架原型机 新机被运送到 位于客务员的陆军训练机场 进行飞行测试 1939年4月1日 A6M1原型机首飞成功 在3800米高度时 最大速度490千米 比规格书中要求的略低 所以在1939年5月1日 日本海军命令三菱公司 在A6M1第三架原型机 和以后的型号中 安装中导龙12型发动机 以提高性能 该发动机是 双排14缸新型气冷发动机 比瑞星13功率 重量 直径都大一些 1939年9月14日 日本海军认可的原型机 正式编号A6M1 同时第二架原型机也完成了 10月通过了公司内部试飞 从第三架开始 换了新发动机的A6M1型号 改为A6M2 后来由于在试飞中陆续发现问题 从第22架生产中的A6M2开始 记忆结构中 引入了起加强作用的后翼梁 为了适应日本海军航母 升降甲板的尺寸 从第65架A6M2起 采用折叠一件 折叠部分大约51厘米 由地紧手动向上折叠 采用这些改进措施的飞机 被定型为零式21型 1940年7月15日 首架A6M2在日本本州机场 由试飞员至罗胜三首飞 由于发动机功率的加大 A6M2的性能全面超过了日本海军的要求 整个试制计划提前一个月完成 零式战斗机作为日本海军 二战期间的主力战斗机 有很多改型 包括11型 21型 22型 32型 52型 62型 63型等 甚至还有以其为基础发展来的 中岛二式水上战斗机 各型总机生产了10449架 零债研制成功后 首先被派往中国战场 验证其性能 以E-15 E-16和霍克三为主力的中国空军 完全被其压制 机无还手之力 1940年7月中旬 侵华的日本海军航空队 获悉12式舰战研制成功的消息 立即申请装备 1940年7月21日 从9号机后的15架A6M2 加入驻汉口的第12海军联合航空队 7月31日 日本海军正式装备12式舰载战斗机 1940年9月13日上午八时许 日本海军飞机56架 从汉口起飞 于11时30分左右抵达重庆上空 国民政府空军第三 第四大队9架E-16 25架E-15式驱逐机 从穗宁机场升空迎战 到达重庆时 敌攻击机已投弹返航 中国飞机也随之返回 途中到达碧山上空时 日本海军第12航空队的 13架零式战斗机突然重出 日军飞机从背朝太阳方向袭来 又占有高度优势 加上飞机性能差距立即取得了空战主动权 经过约半小时缠斗 尽管中国飞行员顽强抵抗 也无力挽回败局 中国空军13架驱逐机被击落 11架被击伤 阵亡10名飞行员 日军极有数架飞机被击伤 无疑被击落 这是抗战以来 中国空军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也是零战在空战中第一次得手 参战的一名中国飞行员着陆后 含着眼泪说 我们的飞机差多了 根本还不了手 此次空战后 当局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下令飞行员 避免与敌战斗机正面交锋 每当敌机来袭 往往提前起飞避战 这让零式战斗机更加肆无忌惮 1940年10月4日 日本海军8架零式战斗机 掩护27架攻击机袭击成都 中国空军第十八中队 六架霍克三飞机 向贯线方向疏散 落在后面的两架被击落 飞行员双双讯弹 留在地面的15架 未能起飞的飞机 也悉数被毁 到1940年底 中国空军仅剩各式飞机65架 已然无力对抗日军航空队的进攻 1941年初 苏联为中国补充了一批新飞机 但由于性能上不及对方 加上数量远少于日军飞机 因此空军仍以避战为主 1941年3月14日 日本海军第12航空队零式战斗机 12架从宜昌机场出发袭击成都 中国空军第三 第五大队 共31架一副15飞机起飞撤离后 敌机扫射了双流 太平斯机场 不久 中日双方飞机在双流附近 空中遭遇并发生激战 中国空军虽占据数量优势 但由于飞机性能差异较大 仍然未能取胜 共被击落8架 敌机仍无意损失 空战中 第五大队大队长 副大队长以下 共8人牺牲 战后第五大队班号被撤销 改称无名大队 队员一律佩戴 尺子弊张 已是不忘三 依私空战的旗齿大辱 直到两年后 才因战功卓著 而恢复第五大队的班号 1941年 日本偷袭珍珠港时 零战已成为日本主力舰载战斗机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 43架零式从航母起飞 为第一波攻击机护航 在空战中击落了 四架美国战斗机 掌握制空权后 零式也扫射机场跑道 防空火力点和其他一切目标 还给珍珠港的地面设施 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此役中损失了八架零式 但几乎都是被对空火力击落的 第二天 1941年12月8日 日本陆基航空兵 从中国台湾台南出发 大举空袭菲律宾 84架零式护送 54架一式陆宫和96陆宫起飞 克拉克机场 美军飞机被击落15架 另外还有50架被摧毁于地面 1941年12月20日 日军空袭昆明时 美国飞虎队的P-40B首次参战 陈纳德之前 在中国见识过 零式战斗机的威力 对这种飞机的性能 多少有少有些了解 因而制定了相应的战术 虽然P-40B机动性 不如零式 但辅充速度要快很多 利用这项优势 飞虎队采用高速俯冲 打了就跑的战术 避免与零式纠缠 在太平洋战争初期 日本的零式战斗机 性能超过所有红军飞机 特别是其机动性和续航力 无人能比 当时美国的F-2A水牛 F-4F野猫 P-40战斧等飞机 面对零式一筹莫展 在香港 新加坡 菲律宾 东印度 甚至印度洋 零式战斗机统治了天空 为日军在各处的登陆作战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携带炸弹的零战 也可以作为战斗轰炸机使用 有万能战斗机支撑 在新型飞机装备之前 美军一度只能通过战术上的配合 解决空战问题 用一架飞机作诱 以诱零式飞行员 做八字转弯飞行 另一架飞机 反向做八字机动 在合适的时机 从侧方大角度进入射击 以求击落对方 由于飞行员格斗时 一般注意力都集中在前方敌机 对侧面来袭的飞机 有时关注不到 因而这种战术 也取得了一些战果 为美军找回了一些颜面 这种情况 直到后来美军的F 6F F 4U等飞机 投入现役后才有所改观 零式的优势 得益于轻小的机体 由于特殊的材料 和诸多减重措施 使得零式战斗机的机体 异常轻便 也同时具备了大航程 和高机动性 同期的美军飞机的机体 普遍更大更重 虽然发动机功率甚至更优 但在机动性 特别适中低空机动性上 仍有不足 零式的机体 带来了初期的辉煌胜利 但好景不长 这一机体 也为后来的惨败 埋下了伏笔 由于机体过度追求轻小 导致后期改装空间小 性能提升不明显 减重措施 降低了机体强度 还取消飞行员防护甲板 这导致零式的高速性能 急军恶化 同时 飞行员也极易受到伤害 发动机性能也差强人意 尽管后期安装的 发动机功率较大 但仍不能避免高空 高速情况下 飞机飞行性能的 急军恶化 美军只要采取合适的战术 避免与零式 进行中低空格斗 就能完全取得空中优势 再加上 后期美军飞机性能大幅提升 零式的优势已不复存在 零式战斗机性能的曝光 来自一次意外 1942年6月3日 一名日本飞行员 小贺中义兵草长 驾驶一架零式 从龙湘号航母上起飞 对阿留申群岛 阿玛科纳克岛上的 荷兰港进行袭击 返航途中 发现燃料泄漏 无法返回母舰 不得不紧急迫降 在一个荒岛阿库坛岛的台园上 松软的台园陷住了机轮 机身翻倒 折断了小贺的脖子 无星期后 一支美国搜索队 发现了这架飞机 和倒掉在座椅上 死去的小贺 飞机除了燃料箱上 被地面机枪击穿两个洞外 几乎完好无损 美军立即将飞机装箱 运回美国 修复并进行试飞 试飞结果表明 灵式爬升率和转弯半径极好 能轻易超过F4F野猫和P40 在低空时 用这两种飞机和灵式进行缠斗 无异于自杀 灵式的补充速度不快 在战斗中 如果被灵式摇尾 应立即以高速度俯充并滚转 灵式没有任何装甲 保护飞行员和油箱 油箱也没有自封装置和灭火设备 很容易被击中起火 等等 通过试飞掌握其性能弱点后 美军针对性地研制了 F6F地狱猫 舰载战斗机 从此灵式就走上了不归路 而美军则逐步扭转了 太平洋战场的空战态势 1943年8月31日 美军攻击马尔库斯群岛的战斗中 美国海军飞行员 DS迈肯贝尔驾驶F6F 在一次空战中 击落包括灵式在内的9架敌机 1944年2月 空袭特鲁克期间 由于出敌不易 美军在空中和地面 共摧毁日机有204架 其中将近130架 是在空中击落的 来自勇猛号航母上 第6战斗机中队的 费拉西游海军中尉 一次击落三架灵式 和一架二式水上战斗机 一年之后的 马里亚纳海空战中 费拉西游一次 就击落了6架日机 1944年6月19日的 马里亚纳战役 在两天的战斗中 日军326架飞机 被击落315架 总损失达到476架 而美军在空战中 仅损失30余架飞机 这场激烈的空战 应当是一位美军飞行员 这多项古代猎杀火机的战场 德化而被称为 马里亚纳猎火机大赛 此战过后 日本海军仅剩下4艘航母 加上大批优秀飞行员伤亡 日本已经无法再发动 大规模海上空袭 曾经辉煌一时的灵战 也被大量改装为自杀式飞机 完全失去了以往的嚣张 再次见操作